今天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历史 那同学不用担心 我今天特别特别的去注意我这个电量 我特地把它冲到95% 这样绝对会有电 所以不用担心 今天上课的品质比上一次来的顺畅 上一次真的干突然没电我也是脸都滤掉 好那这题我们重来讲一次 它说计查介于0到45度 那同学这是一个什么角 它是一个很扁的锐角 可以吗 那这时候3加4等于4分之4 要求下列的值是多少 那同学你去看这个问题的话 下面的问题是不是都是有加有成在整理的 如果还没有录影 还没有录影 那有加有成在整理 所以你这时候如果看到有相加有相成 你会找谁去做搭配呢 很明显的你会去找其他的三角函数 来 散平加口平会等于几 中间绝对会用到 另外还有谁 另外还有tangent tangent是口散分之什么 口散分之散 可以吗 那有这些条件一起去算 那因为等一下会用到 我还是讲一下 在这个三角形里面 这个角度比45度小的时候 这时候散跟口散你先做 等一下就会来 那在这个三角形里面 很明显的口散跟散谁比较大 口散比较大 散会比较小 对不对 对吧 口散比较大散会比较小 好 那我们继续 上一次第一小题跟第二小题 有讲过了 那我今天会讲的问题 把它全部圈给你们 1234678 那有一些不会上网 就会上网 那就靠你们其他把它整理整理 那第一题怎么做 上一次有讲过 这是两个生而已 你看到两个相成 绝对是惩罚公司 搭配相加一些的 整理得到的结果 所以来看 我们由散加口散等于三分之四 这时候等量数二的平方 会得到什么结果呢 会得到散瓶加口瓶 加上二散口 叫做九分之十六 那把散瓶加口瓶换成一 把一再移过去 就会得到二散口 这等于九分之十六减一叫几 九分之七 可以吧 那散口再把二除掉 就叫做十八分之七 这个等一下 这会来 不好意思 十八分之七 是这样来的 可以 那基本上来说 有加有成 都是用惩罚公司 做延伸的 都是用惩罚公司 去做延伸的 好 那再来我们来看第二题 这题上一次有讲过 所以我会讲的比较快一点 那第二题要问的是 散减口怎么算 那怎么算同学 你有了相乘 有了平方 也有了相加 那你散减口 没办法直接算 因为你算的次方都比较高 那这个时候 我们退而求其次的 你在算散减口之前 先算它的平方吧 你是不是可以退而求其次 先算它的平方 那散减口的平方是几 是不是可以写成 散减 怎么没有动 后面没有动 后面没有动 我再调整一下 好 那我再重新点一次 停止功用 来 这个我再一次 来小朋友 这个现在问一下 有谁 没有看到画面的 赶快跟我讲一下 好不好 现在有看到画面吗 有看到那我们就继续 去咯 这一比赛 有人没有看到吗 然后那个彭亦勋进不来 彭亦勋我已经邀请他进来了 他说你没有确定 我已经确定了 亦勋 有了亦勋有了啦 然后再稍微调整 好 那第二小题 第二小题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办法去 直接算散减口 可是我们可以对而 推而求七次了 去算它的平方 对不对 那它是几 散瓶加口瓶 再减到两倍的散口 那散瓶加口瓶哪几 很明显是一嘛 对不对 那二散口 你可以从第一题来解 这边是有算的 十八分之七的两倍是九分之七 减掉九分之七 好 那这时候算出来是多少呢 有的九分之二 好 平方是九分之二 那要把平方消掉 所以开根号 也正复掉了 所以啊 我们的散减口 就会等于多少 就会等于正的或负的 根号九分之二 也就是可能是正复三分之 根号二 那同学 要取正还取负 取正还取负的 你要去看题目 题目是不是有给你 散跟口散谁大谁小 那这时候我们从这个题目的角度看 当角是介于0到45度的时候 这时候很明显是口散比散来的大 口大散小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很明显是用小减大 所以我们取负的值 顾 散减口 就等于三分之负更好二 这是第二小题 请进 谢谢 这些都你的 没有啦 没有 你还是去吃 好 饮料给我 饮料给我 再做 好 我以为是小瓶 我刚刚去订拿坡里 就我以为他是给我一瓶小瓶的饮料 没想到他给我这么大瓶 40块的饮料 要一公升的可乐喝 我不知道 好 来 那我们来 谢谢你 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三题 第三题 tangent怎么做 同学如果跟加减减 乘法公司有关 那tangent最好化成口散分之三 所以第三小题我就用这个空间来写 可以吗 tangent可以化成口散分之三 可以吧 可以吧 好 那既然如此 所以这个tangent加tangent的导数 就会化成 口散分之三 再加 散分之口散 合并 散口 前面乘以散 后面乘以口 一个是散平 加上口平方 算出来就叫散口 分之一 散可以吗 那写到这里以后呢 那我们前面的散口是有算过 叫十八分之七 所以散口的导数就是七分之十八 好 来 那你们先看一下 这个 这边的东西前面上个礼拜有讲过 所以 所以这个讲一下应该是还好 你们 刚刚这个一开始前面没看到的时候 我有预料到一开始上课的时候 都会有点 需要这个缓冲的时间 所以你们看一看 这样应该就没有问题 那你们可以再 看一下 OK 好 那 我们继续了 好 第四题要跟比较深的乘法公式有关系 所以我帮你们先整理一下 右边的参考公式有给你 A三方加B三方 对不对 那我全部整理一次 来 通常三次方的公式我会直接记 这个A三方加B三方有两种 一个是A加B三方 减3AB 再乘上A加B 动手学校 那他也可能会用到 A加B 乘以A平方 减AB 加B的平方 第二个 A三方减到B三方的时候呢 就是A-B的三方 再加上3AB 乘以A-B 另外把A-B提出来 可以写成A-B 乘上A方 加AB 再加上B的平方 那你们先写 我把它写一下 那我们继续 我们继续啊 好 来 那第三小题是算什么东西 善三方加口善三次方 对不对 来咯 第三小题 善三方加口善三方 你们前面是有相加跟相成 对吧 前面的题目是都有给 看这里 相加跟相成算过 所以直接用它来代换 善加口的三方 减三善口 可以善加口 同学 这样是不是可以算了 那它等于多少 3分之4的三次方 减3乘上18分之7 你看善口才放在这里 对不对 再生于3分之4 行吗 行哦 GP5你可以去拿 来吃 一桶 吃不完就可以拿一桶 你 你那么强 你们都可以吃啊 现在有点饱 哦好弱哦 好来 那你们这吃不完的话 你们等下张成就出动了 对啊 来 那我们来写一下 二七分之六四 再减3乘上18分之7 再乘上3分之4 3跟3约掉 18跟4约掉剩下2跟9 所以就变成了27分之64 再减掉27分之14 同学可以吗 啊不是9分之14 好 那写到这里继续整理怎么整理 很简单 这9分之14乘以3变27 上面也要乘以3 合并在写进面27分之64 减掉多少 14乘以3 42 所以算出来答案就叫27分之22 27分之22 27分之22 3次方的就用这公司做整理 可以吗 好 那我们下一题 下一题是4次 这第五题就跳过来 4次你会怎么看 同学 你在做4次的整理的时候 你4次应该可以看成平方的平方 对不对 口扇一样也是口扇平方的平方 对不对 对吧 所以来 那为什么会用平方 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 扇平加口扇 从这里出发就行 所以第四小题 可以 来由 扇平加口扇等于一出发 怎么样产生4次 左右等量的平方 可以吗 左右等量的平方 这时候在整理的时候会比较 轻松 那如果我们左右等量的平方以后呢 很明显的来 整理 前面 扇平的平方 要扇的四次 口扇的平方 就口扇的四次 再加上两倍扇平口扇 是等到右边还是一 四次方在这里 把这两个扇移过去就好 所以 扇的四次 再加口扇的四次 就等于一减到两倍的扇口的平方了 这样可以吗 好 来 那整理完就是答案了 他要等于多少 一减到两倍的扇口是18分之7 再平方 这样算就算出来了 好 好 那可以 好 好 好 那第四题就这样去算 那你四次方的话 要尽量 我们拆解的时候 就用平方的平方去观察 好 那第五题呢 第五题叫做 扇的 不是 想错 第七题 这也是第六题 第七题呢 哦 第七题我们看 那第七题是扇的四次方 尽口扇的四次 你要怎么做 就可以把它拆解掉 总之你要把高次变成低次 对不对 那扇四次跟口扇四次 它可以看成 占平方的平方 减到口扇平方的平方 对不对 A方减B方 那展开来就叫A加B 再乘A-B 那这分母 首先的 占平加口扇是化成1 消掉以后 这只剩在这里展开来 占加口 再乘1 占减口 占加口4 3分之4 占减口是3分之2 2 占材加9分之2 4分之2 2 就这样 可以吗 一起提 所以 这个轻轻松松 就把这个题目 做到这里 那最后一个 五次方的 五次方的 五次方怎么想 如果你看到五次方的会怎么做 应该是可以把它想像成 平方加三次五 五次二加三 对不对 五次二加三嘛 所以这五次方的这一项的时候 你应该想像的是 扇平乘以扇的三次 再慢慢整 对不对 光的口扇五次也是 口扇跟口扇三次的整理 好 那既然如此 来咯 最后的第八题 我们先去分析 扇的三次 加口扇的三次 再乘上扇的平方 加口扇的平方 这时候展开 会有扇的五次 加 扇三次口扇的平方 加 口扇三次扇的平方 加 3加2一样是有口扇的五次 同学 那你对这个式子来说 是不是要把中间移到一边 就有扇五次乘 加口扇五次的结果 所以我们继续整理 扇的五次 加口扇的五次 嗯 等一下 没有 所以这个扇的五次 加口扇的五次的话呢 就是把这两项移向过去就好了 可以吗 那这个时候 扇的五次加口扇五次就变成 扇三加口扇三次 乘上扇的二次加口扇的二次 再减掉 来 这两项移向过去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把平方提出来 这里可以提出平方跟平方 提出扇平口扇 那前面 提出平方剩下扇 后面剩下口扇 就这样 那是不是全部都可以算 二七分之二十二 乘以一 再减掉 十八分之七的平方 再乘以三分之四 就算出答案 好 算OK吗 好 所以 那我们就这样这个 快快乐把它算完了 好 这问题并不是说真的很难 好 但是他要这个 要练习要熟练 这很多问题 你们只要熟练知道怎么做以后 有做练习知道怎么做以后 你们自己要去推演像这样类型的问题 就没有那么难 好 那这问题讲完的话 那我们继续往下走 来 第五的话 我都帮你们答好 那这一题的话蛮反的 但不是很难 你要知道怎么做就好 而且今天 等一下 下一节课 如果碰到这个广义角的时候 我们也会讨论到类似这样的问题 来 他说θ介于零度到九十度之间 而且呢 沾酸θ加口酸等于二 要问酸是多少 酸加口是多少 同学 你要问这些条件是要去做这个劣势跟整理 那你两个未知数 两个未知数 两个未知数通常要两个条件 你有没有第二个条件 有 题目不会跟你讲的 散评加口评等于一 不管怎么样 这个天荒地的海枯石烂 平方核绝对是一嘛 对不对 那既然如此 同学 这时候我们来开始看 怎么算 搭配散评加口评等于一的时候呢 然后呢 你是不是可以去算散 那怎么算散 你既然知道有这两个条件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 怎么样 口散换成二减三散 那这时候是可以利用代入消息法 代入去整理 可以吗 我把口散换掉 因为你第一小提要求的是Sign 这OK吗 好 那代入以后呢 继续慢慢的去整理算 这是一个二次式 同学 那这个二次式整理完以后 你看到位置数是不是叫做Sign Theta 把Sign Theta当作变数的二次式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公式简 来把它算出来 可以吗 公式简2a 我来写一次 公式简是2a分之 副B 加减根号B平方 减4aSign 你再去约分就好 就得到这个散 那得到这个散以后呢 继续 那口散是不是就可以算了 同学 这里有散 那后面是不是有口散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根据提议 口散等于2-3散 把散值带进去 就可以算出两个口散是多少 可以吗 那这里是我自己打的 本来是加减 现在是变减加 加配减 减配加散 可以吗 好 那写到这里以后 我们答案有两个吗 还是有没有不合的地方 我们来检验一下 你要注意 这个Theta介于0-90度 那这时候代表什么意思 散Theta是介于0-1之间 因为它是直角三角形的任何一个瑞角 可以吗 那Cos Theta是不是也一样 Cos Theta 绝对也会是 0-1的中间 那上面出了什么问题 Sine 加减都还好 的确在0-1的中间 可是这个口散出了点麻烦 什么麻烦 通知你会发现这个负的是不是就小一点 2-3-6超小的 不合吧 对不对 所以会发现上面的话 口散这里负的不合 那既然不合的话怎么办 我们就只能取善为负 口散为正 可以吗 ok 所以这时候只能取善为负 口散就是正 最主要是善正时 口散是负的 这里负不合 所以只能取善为负 口散为正 那这时候相加是也很好夹的 你就自己夹好不好 就这样 在这里的连历都是带入消息法 都是带入消息法 可以吗 带入消息法 好像吗 好 可以吗 那我们继续啰 这题还是要给你们看过 那因为计算的地方 其实这种题目不难 可是我怕你们 会失落在计算上 以为它很难 所以我就特地把这个答案 打给你们 那接下来我们来往下做 判例六 一样是惩罚公式的延伸跟话题 可是这里 就比较深一些些的 他说Fn 等于散的n次 加口散n次 这个是一个函数 这个 讲到这边就有点 这个 就有点唏嘘 这个 其实现在 这个108星特纲的郭东 好像他们这个函数 尽量都用歪来的 他们Fx好像慢慢的希望 再出现了少 我真的觉得脑子有问题 那这里 这个是指Fn 等于散的n次 加口散的n次 这时候以谁为变数 以n为变数 代表的是某一个三角函数 以n为变数 可以吗 这个散的n次 是可以视为一个并值 OK 好 只是我们不知道它的值是多少 那我们希望去画减 2F6 减3F4 是多少 好 那怎么做呢 第一小题 先去看F6 F6 是多少 散的6次方φ 加口散的6次方φ 那同学 你会怎么拆解它 6次就可以把它想像成3次的关系 可以吗 好 所以来咯 散的6次φ 加口散的6次φ 它就是散的平方的3次 加口散平方的3次 那同学 A三方加B三方 请你们务必要倍 绝对会用到 就是A加B的三方 A加B的三方 没错 再减掉三倍的AB A加B 那很明显的 每一个散平加口平都是几 A 都1嘛 对 不要忘记了 你看到散跟口散 绝对会搭配到 散平加口平等级 1的条件 可以吗 那同学回来这里 那写完以后 把它约成1以后 它就变成多少 1-3 散平口平 可以吗 F6算完了 那F4怎么算了 F4 散的四次加口散的四次 那很明显 那很明显 四次是从平方的平方来的 所以来咯 我们这时候由散平加口平 是不是等于1 再1平方 等量的平方 左边会有散的四次方 加口散的四次 加两倍的散平跟口平 这可以吧 这是没问题吧 A方加B方加2AB 那右边是不是等于1 那我们要的四次方在这里 就是把这个箱子移过去 所以 散的四次加口散的四次 就等于1-2倍的散平口平 同学 也就是说 这个F6 跟F4 是不是都有角色可以代换 F6 就可以换成这一坨 那F4呢 可以换成这一坨来计算 是故所以啊 我们接下来去算了 故 2倍的F6 减掉3倍的F4 就等于2倍的1-3倍的散平口平 再减掉3倍的1-2倍的散平口平 算一下吧 2-3加-1 5-6 负负责正正好都约掉 所以算出来答案就是负责 可以吗 可以啊 D小零你们先整理一下 D小零 Manhattan 就是3倍发布 你們覺得會斷考嗎? 為什麼會斷考? 你們希望斷考嗎? 你們希望斷考嗎? 不希望 我個人認為會放到 會考 會放到分科生日前 然後分科生日 7月10日 我就會解放 我覺得啦 對啊 我不知道好還是不好 對啊 沒關係只要打一秒 下禮拜是打一秒 下禮拜不是說在家裡上課 但是還是只要打一秒 我覺得那這樣也是合理 因為這樣人數不會太多 不要不會太多人 好啦 同學 記得齁 如果可以的話還是要打一秒 好不好 這疫情大家都 這大家都不是好受 好不好 所以這個 還是要去打一下一秒 再來 第二題 題目給我們的條件是F1.1 要問下列何者正確 也就是說 在這個F1.1的條件之下 我們可以去推理到下面的結果 可以嗎 OK 題目是這個意思嘛 對不對 那既然如此 我們是不是就用F1.1 副發去分析 所以第二小題囉 來 F1等於散了一次 加F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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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那你有了一次 你的題目是講一次 怎麼變二次 是把平方來觀察 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繼續囉 把這個四子平方來觀察的話 會得到什麼 散頻加口頻 加上二散口 是不是還是一 那明顯的散頻加口頻就是一了 打一約掉 你會發現 二散口等於零 兩個數字相成等於零 可以嗎 所以它有兩種可以 一種是怎麼樣 散等於零 口散等於一 或者是口散等於零 散等於一 因為它們還是一樣 要滿足相加為一的條件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會發現 我們的Fn Fn 要滿就等於 0的n次加1的n次 或者是1的n次加0的n次 因為一個散 這裡口散是1 一個是口散是0 散是1 那不管如何 0加1還是1嘛 對Fn就等於1 那同學我們知道 1是一個常數函數 也就是說這個n 不管怎麼帶 我們的結果都是幾 1不變 可以嗎 所以我們這時候 每一個都是答案 因為不管帶什麼都會是1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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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繼續囉 這樣可以嗎 給你們寫一下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立七 立七他說 立塔為一個rate 而且題目的條件 口散加口瓶等於1 要求下面的條件 所以 同學看到口散跟翅膀 絕對搭配 這應該不用我講 口瓶加扇憑等於1 是不是也是1 去討論嘛 可以嗎 好 那這時候很明顯的分析 口瓶加口散-1 扇憑加口瓶 是不是也是1 這兩個口瓶一樣 這兩個一箱的 所以從這邊 很明顯的可以得到什麼 扇的平方 等於口瓶一次 可以嗎 也就是說 在這個前提之下 我們會發現扇憑 可以等於口瓶一次 那這個條件 它可以有兩個用法 第一個是降次 每兩個扇就可以換一個口瓶 所以二次就可以換成一次 然後再來 扇的就可以變成什麼 口瓶 這是它的功能 可以嗎 好 那既然如此 我們來看第一小題 這時候 扇的平方 加扇的四次 我們可以怎麼化解 同學 扇的平方 是不是可以化成口瓶一次 那扇的四次 那扇的四次呢 除次方減半 扇變成口 到底有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每兩個 是不是可以換成一個口 那有四個扇 除以二 是不是可以換成兩個口扇 那這時候口扇一次加口扇二次又等於幾 一 所以第一題是一 那第二題呢 扇的平方 加扇的六次 加扇的八次 同學看到這個問題的話 你心中應該有一些 多少有一些想法 就是說 當然的 全部先換成口扇 高次先降 那先降下來 它會等於幾 口扇一次加口扇三次 加口扇四次 那再來怎麼化解 同學 化解的手法是一次加二次 就會等於一 可以嗎 一次跟二次 他們兩個直接是只差一次而已 對嗎 那你回去看這個口扇三次跟口扇四次 這樣的條件 這兩個條件 它有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就是跟這個一一次差的比較遠 很明顯的感覺 這兩個都是一組 對吧 這兩個是一組 那既然這兩個是一組的話 那我們就把它 合併一起提出口扇平方 同學 好結束囉 一口扇一次加口扇二次就等於一 對 它就可以化解掉 變成口扇一次加口扇二次 一樣再化解 就是一 可以嗎 沒有很 不過簡單的 不過簡單的 到這邊 真的清爽 真的清爽 沒有錯 困難 我就是慢慢的去解就行 好 那再來繼續 第八題跳過 因為這個跟以係數你們學校應該沒有講 第九題也跳過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三角函數一個比大小的整理 不是 我看一下第29月第十題 第十題也沒有很難 那第十題一樣是要怎麼去討論 怎麼樣去把這個試整拿來整理 來第一小題 A借於0到45度誰大誰小 同學這很明顯 A長這樣 這可算大算小 對吧 那第二題怎麼做 第二題要問tang a的數值 A借於0到45度 滿足這個條件 那怎麼去算tang a 同學你在計算跟整理的時候 很明顯的希望可以把根號幹掉 才可以合併 這不能算 那怎麼把根號幹掉 湊完全平方 有2ab的 這裡1 就用腳毛去想 要換成散平加口平 這個1 就腳毛想一下 都換成散平加口 所以第二小題 根號呢 散平加口平 加2散口 加上根號 散平加口平 -2散口 整理一下前面叫做散 加口的平方 加上 根號 散減口的平方 那根據提議 叫做五分之八 根號平方約掉 散加口 加上散減口 五分之八 同學我跟你們講 這樣寫是有錯的 錯在哪邊 平方根號不知道是正還是負 所以要先加什麼值 先加絕對值 可以嗎 那加了絕對值回來討論一下 題目說散比較小 火散比較大 所以小減大應該要是負的 外面加一個負號才對 可以嗎 外面應該要變號才行 外面應該要變號才行 所以這時候變成了散加口 減掉散減口 等於五分之八 那很明顯的 把散約掉 二口散等於五分之八 口散等於五分之四 就可以去看了 那Tangent A 就等於四分之三 沒有很難 沒有很難 就是這樣算什麼 一步一步腳印的算什麼 好 那同學我們這個算到這一題 休息一下 等一下把比大小跟這個 這個證明概論講完 我們就換下一節 那同學 這個我等一下 會馬上把這個 黃一角 再放到社團上面去 這個社團上面的檔案 電子檔 那如果你們還缺 黃一角的三角函數的電子檔 那請你們等一下馬上去社團載一下 知道嗎 你們都有 你有嗎 第一本 有 所以 如果沒有的人 要記得要上去這個 這個載一下 我知道上個禮拜 有人這個中標了 這個 可能就是再載一下 你一個 你一個 你一個上去 有人把他加到社團裡 我知道 好 那我就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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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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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 如果我把 感谢观看 可以吗 所以 好 我们吃 好快 cos 10 我们用 有點太大,tangent45度1有點太大 我們用別的,來,我們先比這個好了,cos30度 自己,同學記不記得 2分之幾 3 那 tangent30度 等於幾 1分之3 因為45度,這個值還是太大了,跟這個10度的關係還是差太大 那我們這時候改用這個30度來看 可以嗎?用30度來看 那同學,質量的誰比較大 很明顯,上下同學也更號3,這叫3分之更號3 所以很明顯的誰比較大 cos30度 這比tangent30度大 用30度 因為30度跟10度比較接近 性質會比較像 好,那繼續來 tangent是保持順序 還是顛倒順序 tangent是保持順序 所以30度跟10度比的話 10度在這裡 那cos30度是顛倒順序 cos30度顛倒順序 角越小,值越大 看得懂嗎 看得懂嗎 你先比這兩個 再來tangent 是可以比 口30度可以比 口30度也可以比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好 這樣我跟你講 這還是一個很經典的地方 就是這個證明庭 這個我們接下來來看的是這個證明概論 我們現在要證的叫橫等式 什麼叫橫等式 就是不管是地塔為多少 我們都會相等的事叫橫等式 也就是說我們接下來要證明這些等號 那這些等號有幾種證明法 第一個 你要證明的時候第一個想法是由複雜化到簡單 那我們可能從左邊正到右邊 也可以從右邊正到左邊 那你也有其他的方法 例如說來 這個題目真的太複雜了 你從左邊開始畫檢 畫檢到三小不知道 那右邊也畫檢到一樣的三小 那這時候左邊也會等於右邊 可以嗎 那第五種就是說 如果你要證明左邊點右邊 相減為零 總會相等 所以相減再整理 也是一種證明的方法 可以嗎 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證明 這個證明我覺得 一定要學好 做這個證明 可以讓你對於題目的條件的敏銳度變得高 所以這個證明我覺得是重要的 我知道有一些學校的這個版本有刪掉 但我強烈不介意刪掉 來 開始囉 第一小題怎麼做 第一小題的話 Tangent平方C 減三平方C 它會等於Tangent平方Tang 三平方C 那你看到這個4的時候 心中就會想 我們應該有一些好朋友可以使用 哪一些好朋友 散平加口平等於1 還有什麼 Tangent平方Tangent等於多少 CorSan分之散 我們是會選擇 對吧 好 再來 開始囉 CorSan分之散的平方 減的散平方 那我們希望經過證明 可以等於右邊 那右邊是多少 右邊的Tangent平方 也是CorSan平方分之散平方 在乘上3的平方 你是希望可以整理成這樣 那我希望 好 那你去觀察這個4有什麼特徵 它是乘在一起的 也就是這兩項可以分開形容 我不希望 因為你看右邊這裡是乘在一起 這裡是加減 那怎麼做 我先提公式 合併一下 分母叫口平方 上面變散的平方 給到幾 你分母裡有口平方 那這個像 會變成散平口平 再來繼續 這時候你會發現這裡是有乘一個散平 也就是說你的散是絕對可以提出來的 看懂嗎 那再來呢 一鹼口平可以化鹼 你會發現上面你是不是都只要散 這口平都可以換掉 可不可以換 可以啊 同學 散平加口平等於一頁 所以一減口平可以換成散平 所以它就變成了散平乘上口平分之散平 等於tang的平方再乘以散的平方 同學正完 我們最後把這個東西換成tang 可以嗎 正完 所以你會發現你為什麼會這樣做 其實都是有原因的 那這一題的第一步就是我看到這個乘 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想辦法把它合併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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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一下 那第二題怎麼做 也簡單 第二題你要從哪裡開始 第二小題我就從右到左 好不好 為什麼從右邊 因為tang很煩 tang是口三分之三 換完後有點醜 開始囉 右邊開始 一減tangθ 數以一加tangθ 這時候我們要用散跟口三表示 所以tang化掉 再來 你看這裡沒有反分數對不對 最上下乘以口三 上面叫口三減三 下面是口三加三 同學 外正完了 為什麼 你去看分母 左邊 左邊的分母叫口平方減三平方 你是不是只有相加 你是還差相比 那怎麼辦 你要的是口平加減三平方 你現在有了口加三你還缺誰 口三減三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上下同學口三減三 哇 成功了 為什麼 分母就變成了口平方減三平方 那分子呢 脫減三的平方 叫口平加三平減二三孔 搞定的同學 怎麼看啊 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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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嗎 並不是說真的 超難的 好 那這個就是證明題喔 這是證明題 可以嗎 那再來的話 很希望往這個範例二開始 範例二你們要試試看嗎 可以試試看喔 如果是我會先整理這些移植條件 同學 你看到這個一心中有什麼想法 What is one 三平加口平 對 對 那整理就好 整理喔 開始囉 第二題你們先試試看喔 做個兩分鐘 做完以後 我再慢慢尬紅跟障 想辦法自己寫出來這裡 我覺得還蠻好 好 想一下想一下 想一下怎麼做 想一下想一下怎麼做 没那么难对吧 来开始了 我从左边开始算 左边叫做 散评加口评 减二散口 去除以口散加散 口散减散 再来 口散减散约掉一个 这可以吧 那同学 那接下来怎么做 答案就在题目中 我在说的时候 这个式子经过化解 这个式子我们刚化解过 化解过上面叫做 口散减散的平方 分母是口散加散 等于口散减散 把平方跟一个消掉 再来怎么做 再来简单 分子右边是谁 口敏减散平 所以这上面插了谁 口散 口散 口散开即可 就简单吧 口散 口散 朋友这里就差不多了 这个证明 我們剛剛有算過了 再講一次 證明如凡到減 可能左到右,右到左 或左右去等於一個共同的東西 或相減也行 另外的你搭配的好朋友 善評加口評等於1 拼減等於口三分之三 這些就是好朋友 幫你使用 好 好,那我們接下來給你們休息一分鐘 那如果還沒載獎藝人請你們載一下 我們等一下要開始進廣義角了 好,這個 學生日已經開始出來了 這邊考的還不錯 這不錯 一個 因為有的學生還是備曲才沒上 一個是北一、亞裔備曲 還在等 備曲的話 應該會上 然後一個是 中興壽音 中興壽音很高 中興壽音 然後要58吧 58還57 沒有壽音啊 然後 清大今年應該就會有三個 交到還沒出來 然後正大現在有兩 我們這邊大概二十幾個 所以這樣很開心 然後中央 中 中 中正應該是一個 一兩個 中山 一兩個 大概就這樣 那 那 一步一步學啊 這個 其實我沒有很喜歡去做這些 哪個學校好或不好 我覺得每個學校都還不錯 但是 這個 一步一步慢慢學 大家都可以 越來越好 好 來 那我們接下來看這個三角函數二 廣義角的三角函數 那同學我今天希望交到哪邊 我先跟你們說 我不會想要交完 最主要是因為 黃義角一次交完 太累 你們老實交到 交完了 交完了沒關係 因為禮拜天 做到是禮拜天 對 那 我們足本還沒交完 交到了 對不對 那我們廣義角的這個 我希望今天 交到第七頁的上面 就這樣 那這個後面 我們 我們之後會交完了 我們會交完 不過 我希望先交到這裡 下禮拜再把它交完 回到這裡 這個三角函數接下來 我們要來看的 就是超過90度的三角函數 因為我們 如果只有用在瑞角裡面 在很多運算裡面很難使用 所以我希望可以擴展三角使用的空間 第一個叫有向角 什麼叫有向角 就有轉向的角 以角為中心 從開始轉到中邊 從死邊 轉向中邊 這中間所掃過的角 就叫做有向角 可以嗎 那逆時針為正 正時針為負 可以嗎 好 所以我們現在的角度 就不只極限於90度 我們可以超過90度的任意轉動 可是這時候我們還要看一件事情 就轉太多怎麼辦 你看 你看 例如說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簡單的例子 像我這裡取一個角 這個角大概是30度 這30度就是用死邊往這邊掃的30度角的結果 可以嗎 可是你要看 如果相同的死邊跟相同的中邊 我把中邊塗成藍色的 你會發現我們如果在掃動的時候 還有其他可能 開始掃了 開始掃了 除了這個30度以外 我們有一樣死邊跟中邊的也可以從這裡開始 從這裡開始開始掃 掃了一圈叫360 再多走30 就一樣會有一樣的中邊 可以嗎 再說一次喔 從這裡出發開始掃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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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加30是也會有一樣的中邊 可以嗎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死邊跟中邊代表的角 可以是30度 也可以是360加30叫390度 總之你可以多掃好幾圈 這個觀念就要同界整 可以嗎 那如果他們兩個是同界角 他們之間差幾圈 360度的整數倍 可以嗎 所以來 同界角有相同死邊跟相同的中邊 這時候 兩同界角會差360度的整數倍 在這裡 在這裡是300度 也可以360 再加300 660 一尺分一圈 可以嗎 這禮物 這個嗎 可樂 好吧 要你關心我 你不喝了 好 我都開了想要喝一點 那這個可樂最主要也是有咖啡 這個上來攝取一下 好 那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知道 相同死邊跟相同中邊的同界角 它會差360度的整數倍 可以嗎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面的說例 如果你要去求負了2356度的最小正同界角 還有最大負同界角 那什麼 同學 最小正同界角跟最大負同界角 怎麼做 首先 負2356 你加上360度的倍數 都是同界 對不對 我們從剛剛的有討論過 同界就差360度的倍數 對不對 那這時候我加幾個 我加得大漲一點 5倍 可以嗎 那這時候是多少 負2356 加1800 負了556 那再來 負6 加360度是多少 196 負2 可以嗎 可以嗎 那如果負196度呢 加360度 加360度 等於緊 164度 那這在做什麼事情 同學我們知道 在三角形 在這個角度裡面呢 從負的2356 一直加360度 這一些都是同界角 可是你 當你加到一個是負196度 再加上360 回164度的時候 要小心了 這裡是0 最靠近0的是最大的負數跟最小的正數 所以這個負196 所以這個負196 就是最大負同界角 160是最小的正同界角 可以嗎 那也可以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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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向线角跟DI向线角 那 你们再看一下 我先去这个上个厕所 然后赶快吃个药 我上个厕所药 那我们等一下来看这个 后面的向线角跟DI向线角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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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这个向线角 跟这个DI向线角 你要注意这名称各不相同 一个叫向线角 有一个有指示是D某个向线角 可以吗 如果是只有称向线角的话 它代表的是轴上的这些角 可以吗 有人叫它轴上的这些角 那这个时候来 首先呢 这个 C2 seus9持1在100%跟G270 这OK 090 180 270 OK 。 这些角 再加上它的同界角 就是我们所谓的向线角 可以吗 可是如果有讲一个DI 那你就要在这个范围里面 例如说 第二向线角 如果你要落在第二向线角 第二向线角 那第二向线角怎么进去 θ介于90度 到几度之间 180度之间 这都叫第二向线 对吧 画在这里 对不对 在这里摇动的第二向线 对不对 可是你要知道 你在这个摇动的范围的边界 有可能是90跟180 有可能是它们的同界角 所以不要忘记 请你们再算了之后 这边还要再加 360 可以吗 那我现在写的就是第二向线角 90度跟它的同界角 还有180度跟它同界角 所包含的地方 所包含的地方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下面这一题 这题蛮精彩的 你们先写一看 这题蛮精彩 那你们开写 你们有准时上课 系房啊 学校有准时系房 有你呢 有吗 嗯 话 我上一下还不错 你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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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日记 刚才 我就 显 旷球 我不知道 真的吗 可是我不知道 我说真的 在你们现在这个年纪的时候 好像是跟年纪有关 还有性别 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 女生好像比较难找起 我发现 对 男生好像都还好 我不知道这个 学校会不会有这个现象 会吗 都有是不是 因为男生 男生通常精神跟体力 在高中的时候 真的是蛮强 女生的话 女生就是 有点小费 体力 我也是觉得很夸张 真的 我完全现在已经不行 熬夜一晚 这是很奇怪 我之前跟朋友有在聊天 我觉得女生很厉害 女生就可以聊到睡着 是我聊到睡着 他还在继续讲 他说你是不是睡着 后来 因为我睡就是晃神呆几秒钟 20秒这样子 突然起来 刚好是睡着 他就继续讲 对啊 好 这题怎么做 第一个 第四象限角如何表示 我上海表跟你们讲 顺便跟你们讲 上海表跟你们讲 严重交往 你们知道吧 你们不知道 你不知道 改这个肉机 没有 好像还有人不知道 我跟你们讲 严重交往 Oh my god 真的 真的 就是去Tiger 就是我们去打保囊球的女生 当什么样子啊 严重的眼光应该OK 严重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喜欢漂亮的女生那种 对啊 对啊 没有啊 这个严重 她眼光还不错啊 就是 还是很可爱 对啊 到时候如果有期待给你们看 给你们 特别给你们看一下 对啊 然后这个 就因为我们去 是那时候去打保囊球 这还在Google的评论上面推写 你知道吗 圆松这个 的动情之地 你们去看我这个 打在Tiger保囊球场 在关心路那边 我有标记 对那一个 对 对 公共事长在公寄的那一个 好来 回来这一题 第四象限角 而问三分之θ 这是第几象限 讲白 什么叫第四象限角 同学 就是我们今天在看的θ 介于几到几之间 270到几之间 到360之间 这样写可以吗 这样写不够 因为我们还有可能 可以是他的同界角 多到地几 可以吗 好 所以要加上几 360度 可以 可以 那这时候我们要看三分之θ 第几象限角 就开始除以3了 那三分之θ就变成90度 加120k 到几 120度 加120度 可以 开始算 第1个 k等于0 三分之θ 就是90度 跟120度 如果k等于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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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可以吗 所以0 1 2 是不是都不代表不同的角度位置 0交到第二向线 1交到第三向线 这是第四向线 这样OK吗 所以是2 3 4 可以吗 好 那你说 老师 为什么k只要带到2 2 就好了 因为如果k用三代的话 k用三代 120乘以3 是什么 360 是不是跟0的是一样 可以吗 所以你要注意 k等于3 这时候 我们会发现的是 90度加360度 那是不是跟前面重复了 所以就不算了 可以吗 好 好 这样 这样 成功了吗 等你一下 解释 便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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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义的三角函数了 什么叫广义的三角函数呢 这个我们第一件事情 我们如果脚用前面的方式来观察 还没有办法进入函数 所以呢我们要怎么做 把角度放到直角坐标里面 把任何东西套到直角坐标里面 就要解析 可以吗 OK 我们把这个脚放到直角三角里面 那这时候由开始的边由XO正向为始 同学 在我们要在直角师坐标里面去看的时候 我们去设XO正向为左边 为始边开始去做绕动 绕动的时候呢 说扫过的角就是我们的角 假设停在一个位置 停在现在这个位置 去取上面的任一个点坐标 制作跟圆点 叫做斜边 有牵直边 跟水平边 那针对这个角的散 就是R分之Y 对不起 否删就是R分之X 知道吗 回来这里 在标准位置角的中边上对XO做牵直线 我们不管怎么样画三角形都对XO做牵直线 OK 好 那取这个点P P到原点要更好来X方加Y方 那第一个是赛赛是多少 以这个角为赛赛叫斜边分之千指边 叫R分之Y 再来%C的R是几 R分之X Tangent是几 X分之Y 可以吗 那你要注意的是什么 R是正的 但是XY是有正的 可以吗 这些你要注意 那这个R是正的 XY都是有正的 开始咯 接下来这四个例子给你们看 这四个例子给你们看 这四个例子给你们看 开始咯 怎么去取角度 我这里有四个向线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 我们从XOS边开始转了60度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个中边的位置 从这个中边往千直线去做的时候 得到一个1比根号3比2的参角形 那散热数就是斜边分之Y 那口散就是什么 斜边分之X 斜边分之X分之Y 斜边是2 XY 那散就是2分之根号3 那口散就是几 2分之1 Tangion就是1分之根号3 好 换到角为120度 当我们的角度是120度的时候 来同学 扫过来这里 你会发现做千直线的时候 这三角形的边长比4成相似 这是前面的那一个 那这时候边长样 1比根号3比2 散125就变成2分之根号3 口散125呢 不要忘记了 有正有负 口散是2分之负1 那tangion呢 不1分之根号3 嗯 对不起 可以吗 这OK 那OK 2分之根号3才对 好 所以就是口散 这个散口散跟tangion 120度 这时候会发现一件重要的事情 其实三角函数分成两个地方 一个是正负 就看你所在的向线 一个是什么 直 那直怎么看 我们都看这个小三角形 靠近XO的小三角形 对啊 那你们下面自己试试看 240度 180度 180度 加60度 试试看吧 是哪里 我你们都问 我你们都问 哎 这写完了没 sign240度 斜边分之千字片 一样是2分之负更号3 火3是2分之负1 tangion是负1分之负更号3 等於根號3 但是三百度就簡單了 三百度剩下三角形也是六十多的三角形 可以嗎 那這時候來1比 負根號3 12 3是一條是多少 二分之負根號3 剖3是一條是多少 二分之一 Tangent是多少 一分之負根號3 就這樣子 要先 你有沒有發現 在一樣的小三角形裡面 這四個三角形 它的筆值都類似 只差在哪邊 只差在正負 也就是說我們會發現 在這些圖裡面 只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正負 一個是筆值 笔直看谁 笔直呢 我们就看这个小三角形 那正负呢 就看向前 感受一下 对正负跟笔直 正负跟笔直 就是我们在讨论的下 那来 帮你们整理一个小东西 写在哪边呢 写在右上角 三角还做正直表 有谁是正 第一向线全部是正 第二向线三是正 第三向线 天主是正 第四向线口三是正 All side正所 可以吗 这是三角函数的正直表 可以吗 算不回来看 你看 60度的第一向线 是不是二分之更号三 二分之更号三分之一 因为这里是正正 第一向线是正正 不管怎么算叫正 可以吗 那第二向线呢 负正 同学 跟X有关是加变号 可以吗 可以吗 所以Sine的120度 二分之更号三 口三是二分之负一 天主是负一分之更号三 再来下一个 这里是负负 最后这里是什么 正负 可以吗 那如果负负的话 你会只发现这个 tangent是正 最主要是因为负负得正的关系 那这个最后边 这个三百度呢 是不是类似 可以吗 三三百是二分之不更号三 法三是二分之一 天主是一分之不更号三 OK 好 大概就这样 那我们第二节 先讲到这边 这样可以吗 我们休息十分钟 我们下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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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观看 从这点 感谢观看 这个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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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